崖山海战,南宋十万军民被比跳海,为啥不退守台湾、海南岛? 崖山海战,南宋十万军民战船被烧,无奈之下,选择了跳海自杀,失衡大海,成为中国最悲情的一幕。 那么,南宋朝廷为啥不退守台湾或者海南岛?积蓄力量,卷土重来呢? 崖山海战 崖山海战发生在1279年,当时,南宋小朝廷已经被蒙古兵追赶了很长时间,从临安,也就是今天的杭州,逃到了福建,之后又逃到了广东,最后赶到了广东新会县,城南五十公里的崖山海面上,蒙古兵和南宋兵打了最后一次海战。 这场战役,双方的指挥官都是汉族人,蒙古兵带队的是汉族人张洪范,南宋小朝廷带队的是张世杰,陆秀夫。 最后,蒙古兵击破了南宋的一千多艘战船,陆秀夫担心皇帝受辱,于是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自杀,随后十多万南宋军民也跳海自尽,包括张世杰。 海面上漂浮着十万人是什么样的场景,也许这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情的一面,死后南宋灭亡,而消灭南宋的张洪范也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。 此年身亡,到了孙子辈时,卷入了蒙古皇帝继承征分中,遭遇灭毒。 崖山到台湾南宋十万军民跳海自尽,永远不能让人忘记,不过,很多人分析,这些人为啥不逃往海南岛或者台湾呢?这样可以积蓄力量,卷土重来。 以此,周董礼到崖山试察工作,看到崖门栏古诗中的万里穷河路,双崖撞此门,欲天为决战,航海企图存实,转过身来与在场的群众,评说着敞海战,他说,我看陆秀夫不应该跳海,他应该带兵到海南岛去,带兵到台湾去,带那里搞根据地,还可以再打吗? 那么,南宋军臣为啥没有逃到战略的大后方呢?我们首先说下台湾,应该说,南宋朝廷从杭州逃出来后,首先到的是福建,如果想逃到台湾,应该说是从福建最近,其实,也是有人提出到台湾发展,但是最后没有通过,主要是因为以下两种原因。 一,据古文献记载,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,肯塔,经营台湾道,最早可追溯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代,此后,由唐道宋的六百年间, 大陆沿海人民,特别是福建泉州,张州一带居民,为了躲避战乱兵货,纷纷流入澎湖或牵制台湾,从事肯塔,南宋时,澎湖划归福建泉州近江县管辖,并派有军民混属, 但是,宋朝并没有对台湾岛进行实际管辖,在南宋朝廷中,台湾属于不毛之地,此外,如果南宋王朝逃到台湾,还需要打败当地的土著居民, 说实话,已经被蒙古兵验的,没有征服台湾岛的信心,而更主要的是,南宋朝廷逃到福建的时候,大陆有很多地盘,还有翻盘的机会, 所以,南宋皇族否定了逃到台湾的机会,当他们逃到广东的时候,距离台湾就远了,没有可能逃到台湾了。 崖山到海南岛崖山海战前,南宋军民已经十分劳累,也有人提出要赶到海南岛,从那里卷土重来,但是,南宋的掌权者放弃了这个计划。 一,当时的海南岛,汉人并不多,而且全在沿海地带,而且汉人和土著离人关系很差,最后援军进攻时,是离人侧应援军, 并抓了宋朝在海南的主官赵玉洛,献给援军使海南迅速沦陷的。 南宋末年,海南还发生了那段,几年后才由驻扎现在侵州一带的宋军马成望, 马府及父子进入花了两年才平定,那时是公元1270年到1272年,离南宋灭邦已经不到十年了, 大约1276年时,宋军和援军的静江之战中宋军大败,当时海南的军队也参与了这次大战。 大战之后,海南的驻军已经很少了,这样一个汉人根基较差,还有离人住内患的地方,也不是很适合做基地。 二援军也担心宋军逃往海南岛,所以先攻打海南岛,之后再打的崖山。 海南岛沦陷的时间是1278年,而崖山之战是在1279年,失去海南岛的崖山,不仅失去了最重要的粮食供应地,而且基本面临了被包围的局面。 三,南宋朝廷虽然实际管辖海南岛,但是认为那里是不毛之地,一直是流氓犯人的地方,所以南宋一直没有重视开发海南岛,所以那里经济十分落后。 四,还有一个原因,南宋统治者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,认为小岛比大岛好防御,因为小岛,一旦敌人上来的话,能看到,但是大的就不行了,敌人一旦登陆,可以在岛上寻找补给,给自己带来不力。 此外,如果蒙古兵登陆大岛,可以上岛寻找补给,种种原因,南宋朝廷没有选择去海南,而是在崖山和蒙古兵一战,南宋的逃亡路线。 那么,崖山是南宋朝廷的最终落点吗? 肯定不是,因为那里不适合长久居住,也不利于卷土充满,南宋朝廷认为最合适的落脚点是在战城,也就是今天越南南部,为啥逃到那里呢? 南宋认为离元军越远越好,但是,南宋的脚步慢了,最后被困在了崖山,基本前进不了了。 当然,历史没有假设,南宋十万军民集体跳海的壮举,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悲情遗物。 参考资料,崖山之后,中国的历史便真的终结了吗? 宋元衙门海战,朱凡志,作者,每日汉字。